今天是大年初三 各地涌现了出游潮 就有不少人也到苗栗大湖采草莓 另外苗栗铜锣的炮炸花 春节期间更是大爆发 恰巧元宵节在苗栗客庄也有炸龙习俗 于是今年花道上就多了一条翔龙 搭配了炸炸花炮炸花 那么就像是鞭炮炸开了一般 花开越多也象征着运势越来越旺 苗栗一九线旁 年年上百公尺 整片的炮炸花大爆发 两橘色的花斗沿着墙面倾斜而下 形成一道炮炸花瀑布 春节廉价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炮炸花集结成串 光看就觉得喜气洋洋 而今年花道上还多了一条翔龙 也让游客看了好新鲜 好 再来 再来 每年春节期间刚好就是炮炸花盛开季节 恰巧元宵节也有苗栗客庄的炸龙习俗 炮炸花在龙身旁就像鞭炮炸开一样花开越多运势就越旺 另外春节走春出游来苗栗出了赏炮炸花 当然还有冬季限定的大湖采草莓 采多少了 哇 这么多啊 草莓沾了满满一栏 一颗颗鲜红又饱满 疫情影响廉价又不想塞车 不少北部游客不想远征 就近苗栗采草莓 春节期间也是草莓盛产季节 目前价格自采一斤要四百元 不过依照网例过完年后 价格会从每台金三百五降到两百五十元 日月分差大 不论大小草莓都是很甜 这波草莓产季预估可以到四月 民众也可以把握接下来的二八廉价享受 采果的借张心结苗栗参导